斗树鹏、沃斯韵的故事 颂念大悲咒逢兄化吉 清朝末年,有个珠宝商人叫崇德 虔诚敬拜观世音菩萨 每天早晚,颂念大悲咒从不间断 有一次到外地采购珠宝完毕 回返途中误住黑店 店主是大盗,专干谋财害命的勾当 店主得知他是珠宝商人 到了三更后,手持尖刀,上楼来到崇德房门口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楼下大门有人拍门 店主回到楼下开门,见来人高大,问他何事 拍门的人说,我叫豆书鹏,要找崇德 店主回答说,崇德已经睡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把豆书鹏赶走后,关上门,跑上楼 走到崇德的房门口,再准备动手的时候 大门外又有人来拍门,并且不停地猛拍大门 店主无奈,只得再跑到楼下开门,问来人 现在已经是夜里四更天了,有何事 您可以留下姓名,明天再来吧 那人说,我是来找崇德的,请你转告他 我叫沃斯运,来找他有钥匙 店主就这样跑上跑下的,来来回回 回到楼上的时候,已经晨曦微鸣,太阳快要出来了 崇德已经起来了,开门见店主走进他门口 忙与店主打招呼 店主连忙骂尖刀,背在后面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告诉崇德 客官,昨夜三更半夜,有两个人来找你 搞得我没办法入睡,所以一大早就来告诉你 一个叫窦书棚,一个叫沃斯运 我叫他们今天再来找你 崇德听完,非常喜悦 解释道 这是我每天早晚送念大悲咒 窦书棚,沃斯运是咒里面的两位菩萨 店主一听,惊慌失色 全身直冒冷汗 当了一声,手一松 把原来藏在背后的尖刀掉落在地上 不由下跪,忏悔地对崇德说 大善人,求你宽恕我吧 我昨晚三更后两次准备杀你 盗取珠宝 怎知原来菩萨显灵阻止我行凶 我今日才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 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 从此以后再不敢谋财害命 愿意改恶从善 崇德听后也很感动 于是度他拜观音菩萨 教他诵念大悲咒 去恶从善,不想康庄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